瑞士 是世界第一大巧克力生产国 几乎所有的巧克力制作方法 都是瑞士发明的 瑞士人也非常爱吃巧克力 每年的巧克力消费量 名列世界第一 巧克力也是亭丰最爱的食物 来瑞士 当然要来著名的巧克力工厂看看啦 让我们去巧克力工厂 好的 好 我给你一碗 然后你淋上它 淋上它和白巧克力 谢谢 谢谢 再见 这里自己可以放白巧克力 或者是黑巧克力 自己设计 我觉得我们两个大伙都会很脏 你知道吗 哈哈哈 要换吗 换换换 你喜欢巧克力吗 我不 不一般 一般咯 那我先跟你解释一点点 让你不要对巧克力有误解 巧克力对身体某程度上是好的 真的吗 如果不是吃太多 对那个 血液循环 心脏 心情 看 好吧 走 这边就把自己想放的配料放在上面 其实 请说你很喜欢吃巧克力的吗 我非常非常喜欢吃巧克力 你知道我 甚至我减肥的时候 我都是吃巧克力的 哦 别的东西我不吃 我就一天可能吃 五十颗 百分之七十度以上的黑巧克力 减肥 因为有热量 可以继续工作 心情也会 开心 开心一点点 嗯 其实巧克力不是这样的 巧克力是 树上的一个可可果果 哦 哦 这个树下来之后 再经过好几个过程 才 变成现在我们吃到的巧克力 嗯 而瑞士是 可以说是巧克力的故乡 哇 这个很丑是什么 很丑这个 像是死皮 死皮 哈哈哈 脚脚皮 脚皮 是不是你的脚皮 我们这样说完就不可以吃了 哦 风鲤来的 死皮 哈哈哈 那我觉得巧克力 在食物界里面是有一个很 很独特的地位 嗯 你想想其实没有任何鱼东西 可以黑 可以白 可以冷的 可以热的 可以硬的 可以软的 可以软的 可以苦的 可以甜的 很多变化 有自己的规矩 嗯 有自己的弹性 质感 味道 颜色 所以我是很 我是很尊重巧克力的 真的 叶丝 还比较配我的 剪月风 我 我好了 等等啊 我就OK了 就搞定了 这个是有反应到我们两个的心态 对 再经过这个十二分钟的输送袋 就可以把巧克力凝固 里面是大概三十度左右 三十度 三十度 很热 里面是大概十三度左右 好 哇 小心小心 你看那可以一整块 可以切开 你今天的晚餐 但是我不要拿走白的 因为 你不是要吃白的 还是女人比较绝 狠 我拿个东西给你试试看 这个是 百分之 九十九 九十九 我想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哇 哎呀 这么难吃 很难吃哦 不胖的 真的很苦啊 减肥吃这个 绝对不能够当成 要开心的时候要吃 我是 哎 好苦啊 别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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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